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们讨论国内的事情 我做个测试 因为昨天我做了两期节目 有一期节目 跟这个武汉有关 有一期节目跟武汉没有关系 说那个要武统台湾 那个结果那两个视频 全部是黄标 我昨天做的时候就抱着一个态度 说你既然前面给我黄标 那么多那我做两个 我一个是做的 那个人大炮的那个 大家知道啊 那个你肯定能给国内的一些东西挂上钩 我想那个肯定会被给黄标的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 美国通过台北法案的那个 那个是有关台湾的 我想这个应该不给黄标吧 结果一上去 很快就给了黄标 那么今天我再做一个 刚才那个 我说是美国疫情那个 那么那个我基本上没有提武汉 我看那个会不会给黄标 然后我这个视频是确实做的是国内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微信的一个问题 我看会不会给黄标 大家也跟我一块去看 你们上去看没有广告那就是给黄标 这是这个YouTube确实反而整的没办法 现在是这样的啊 在中美贸易战开始打的时候呢 就是说美国进了华为 然后呢 中国这边呢 就有五毛战狼粉红在那喊 中国进苹果 然后呢 有人就说了 说我们的这个微信跟苹果不兼容 苹果自然就死翘翘 说在中国呀 你拿了一个手机 里面没有微信 那你拿那东西干啥的 就有这样一种思路 那么我想 当时五毛粉红都能想到那个事 那人家苹果的高层也能想到 微信的高层也能想到 那么国家的这些网信办呀等等 公信办呀这些 都能想到这个问题吗 那么现在 这个事情就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也许到四月一号 你就会出现一个二选一的情况 或者你选择微信 或者你选择苹果 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现在呢 苹果宣布 从四月份起 所有的ISO iOS软件 必须支持 iOS13系统 所有在Apple Store里上架的应用 必须适配iOS13 否则将不予上架 已经上架了 将做下架处理 iOS13呢 已经发布多达半年之久 在众多App 都已经跟进的情况下 唯独微信迟迟迟没有进行适配 如果微信一直坚持不适配iOS13将退出声色模式 或将面临下架的危机 也就是说苹果手机上无法运行 就是说苹果的这个手机的操作系统 最新的是ISO13 那么这个呢 你的这个软件要跟它匹配 现在所有在苹果那个商店里头的国产的别的软件都匹配了 现在微信没有跟它匹配 那么他就说了 那你到了这个4月份 那你再不匹配 苹果手机呢将不能使用微信 这个呢就跟去年的时候 说这个华为手机在欧洲呢 它就不能使用谷歌了一样 就是谷歌就跟华为手机不适配 然后这个华为手机在这个欧洲就卖不动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这个软件跟定件不匹配了 你是总有一个你用不成嘛 现在呢 中国可能就面临到这样一个情况 4月份的时候 那你就看看二选一 那么作为江泰工来说呢 以前江泰工也不是一个苹果粉 对这个苹果呢 也没有太那个热爱啊 但是去年11月份 我买了一台苹果笔记本 然后我就是为了做这个视频嘛 就是用这个苹果笔记本 然后用了这半年以后 哎呀确实 我觉得这个苹果 确实比那个PC好用多了 但是苹果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好多软件 它跟这个外面的不太兼容 就是好多好玩的东西 游戏的这些 你在苹果上面就不好挂了 不像那个PC 啥软件都能上来跟它兼容 那当然了 这些东西你是一种取舍吧 然后手机这一块 我觉得苹果也是不错的 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视频之前呢 我对手机无所谓 实际给我一个功能机也就够了 因为微信我也不太玩 偶尔有人就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就够了 微信呢 也就是跟这个家里头的人 有时间聊上两句 那个以前我对这个手机的要求 不是很高 也没有体会过 但是做了视频以后 我就发现 苹果的这个 在它的这个生态系统里头 用起来确实很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苹果手机跟那个苹果电脑 之间的这种实配啊 确实 人用惯了 还觉得离不了了 所以现在你就要看 中国用户 咋取舍了 会不会有折中的办法呢 就说是你 难道说非要二选一吗 现在就是苹果能发这个通知 那么他可能也是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的 他可能就是想 你不适配我 我就让你不兼容 我看看你微信怎么办 因为微信他现在最大的本钱是 他在中国有十亿的用户 这是他最牛叉的地方 他认为你苹果应该适合我 对不对 你不适合我 我还不想上你苹果的 我不上你的苹果 我上华为 然后中国人都去买华为 或者是以后只适合国产机 以后中国人都有国产机 对不对 也许这是他们的想法的 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这样去想 但是这个世界啊 可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哟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 液晶电视这一款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当时这个传统的彩电 要过渡到这个平板彩电的时候 当时也是有两个银阵呀 一个银阵就现在我们用的这种液晶显示 一种好像是长虹跟日本的哪个企业 他们选择的是用的那种等离子的那个技术 就两个的技术不一样 但是出来以后呢 还是这样一个平板彩电 就两个阵营是不同的 但是最后这个液晶的这个 就现在我们用的这种啊 这样的上风 现在成了主流 而长虹他们那一派呢 就偷了很多钱 最后那个东西的市场化的成本太高 就败下正确 这是一个这样来说吧 就是在这个市场竞争里头啊 这个没法说 你就跟现在的汽车产业一样 人们都在造这个传统汽车 但是像特斯拉那种纯电动的 又一支独秀 而且卖的也很好 这个你咋说呢 那么微信现在是 你认为中国人离了你不行 你觉得有十亿人都在用你 但是你想想 在没有微信之前 那十几日中国人不都在发短信吗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方式出来以后 是不是短信死翘翘了 现在除了发验证吧 短信基本上没啥作用了 对不对 那你一想这个更替 那么微信这次会不会压保压错呢 还有呢 你微信认为 你在众多的社交软件里头 你是一支独秀 那么为什么外国人不用你这个呢 对不对 外国人为什么还用了别的好多东西呢 不用你这个呢 是不是你是在中国弄得早 对 你借着抠抠那个事 你最早弄了这么多粉 那么是不是国内 还有跟你近似的软件 也在那准备抢夺这个市场呢 是不是他们跟苹果 在底下达成了一个私下的协议 对不对 这个都有可能性啊 就跟别人说 现在一个疫情 是因为要居家办公 阿里的那个钉钉 我没用过啊 就是那个钉钉 一下用户达到了一两个亿 就说你上班族 用那个办公更方便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会不会 你在跟苹果这个 两个在这死磕的时候 另外一个软件 借着这个苹果手机 迅速的串红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如果中国网信办打开了一个口 那么像国外的这种Facebook之内的 会不会一下窜上去呢 像推特呀这种 像那个Telegram呀等等 这个都不好说 在商业中啊 存在着无数的不确定性 不是你想的 这个工业到了这 我划一条线 把它一延长 把它一加大 你就成功了 它不是这样的 特别在这种信息化时代 那么这个结果你要看到呀 中国我想苹果手机的用户 可能有几亿吧 他们不可能把苹果手机都砸了嘛 而且是你是用惯苹果手机的 你再回去用别的东西啊 你就用不成了 这个是你体验过你就知道 就给你开过那个外国车了 让你去开个那个国产车 你开不了是一样的 好多人批评苹果的事 就没有用过苹果的东西 在批评苹果 好吧 这个事情我就分析到这样 大家也可以发表你们的观点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爱国粉 你比如说是我就喜欢华为 那也无所谓吧 这个东西 这个嘛是你的个人爱好 你觉得用着好就行 当然也有一些国粉 可能会支持苹果吧 这个不同意见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在这两个产品啊 在他们这种竞争的过程中 就是苹果跟微信竞争的过程中 最好不要政治化 我觉得所有的产品 一旦政治化以后 这个路都走不远 这个我就担心呢 咱们国家啊 把这个两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呢 把它政治化 你比方说 就是要求你这个微信 不匹配苹果 一个目的是打压苹果 另外一个呢 可能还有政治目的 让你国外的人 跟国内的人 彻底断开一联系 然后你国外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思想 也不要传进来了 那么我想 是不是有这个目的呢 就是它首先从苹果这块断开 然后慢慢的 外国的IP 再登录不了这个微信 或者是QQ呀 这一类的社交媒体 把这个国内跟国外的人 彻底用这个 包括那个墙 或者现在它再加上这种 硬件软件的技术 把你在使用方面 就把你隔开 那么这个呢 是江泰宫开的一个脑洞 大家也可以想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好吧 好在四月份 马上就到了吧 到时候我们再看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